随着国内防疫警戒降为二级 部分的活动开始解封 去年停办的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 也在一号的上午明枪起跑 不过配合防疫必须要戴着口罩来跑步 不论是风吹日晒 每天都要轮流扛着三太子跑40公里 也成了选手们的一大挑战 另外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在一早也出现在会场 用行动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战股声响除了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也为活动揭开序幕 随着国内防疫警戒降为二级 部分活动开始解封 去年停办的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 也在一号上午明枪起跑 前交通部长林佳龙一早也出现在会场 用行动支持选手的热血壮举 在这么疫情期间 还是坚持今天要来行脚祈福 那这个精神是很值得感动 这也是九天我们在镇头文化 能够在国际上扬名 让台湾被看见 我们自己来把透过行动 来展现我们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爱 活动将挑战28天徒步环台的壮举 七名选手要轮流扛着三太子一路向南 每天平均征途40公里 不过配合防疫除了赛事工作人员及选手 要求提供疫苗施打证明和筛检证明 还必须戴着口罩跑步 也成了选手们的一大挑战 那今年最困难的地方就是 他必须得要戴口罩 七天要检测一次 再来就是我们到每个学校每个点 其实学校又发工 都不让我们去做点的一个 定点跟开跑的一个站的设立 学校也不愿意借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找了很多企业家帮忙 然后找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公庙帮忙 那也谢谢社会大众给予这个活动的支持 林佳龙致辞时表示 疫情期间许多艺文活动取消 九天民俗集团也首当其冲 自己最近启动光河之行 拜访台湾各地进行一场正向旅行 国立民众如果有在路上看到 环台赛的选手们 也别忘了给他们喊一声加油 用您的光来让他们发热 记者杨宗桓台中采访报导